Pachanga正義劍演唱會7月22日隆重呈現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 週四在北京會見來訪的聯合國副秘書長莫涵默德並舉行會談 應中方邀請莫涵默德於6月25日開始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訪問期間 雙方重點就中國與聯合國合作等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 合作可持續發展 發展籌資和氣候變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毅表示 中方支持聯合國在多邊主義 維護世界和平 共同發展的原則指導下 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 王毅表示 當前世界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化和動盪 中方將始終向該組織提供堅定的支持 莫涵默德此次訪華訪問了上海 浙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 王毅表示 這次訪問很成功 穆罕默德表示 他更近距離地瞭解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進步 相信此訪將進一步鞏固和深化中國與聯合國的關係 中方願同聯合國一道 共同為世界和平 共同發展 推動全球發展倡議 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做出貢獻 主要請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